我們沒有突然減重的問題 對啊 我們沒有減重 這次也是有減慢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一直渴嘛 天氣變化 紅氧 所以我們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問清楚 肺結核到底哪些症狀 是啊 不過這個還是提醒預防性的檢查 至少每年照一個X光 就是只要照胸腔的X光就可以了 到加一顆或一顆 他就不然你照X光 好 再放一下 好 像現在擔心的肺腺來 空氣汙染 這個也蠻看得到 那我們的話其實在臨床上 也會遇到有一些病患 會來問一些就是出汗的問題 那像出汗的話 我們常見的話 就是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就會講說他自己 就是他運動的時候 他是大概二十幾歲的女生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身體都不太流汗 然後只有頭這個部分會流汗 所以我們不同位置流汗 其實它有不同的一個代表的意義 如果通常頭部比較會流汗的話 其實我們只會講說氣虛 就是你的免疫力比較低下 這種人的話 他其實特別容易就是感冒 或是比較容易生病的人 他就是身體的狀況 就是身體不流汗 頭流汗 然後再來的話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就是產婦 因為我會到那個就是 在生產完之後去做會診 那那個產婦 因為大部分生完小孩 前三天大概都比較 九成以上的媽媽都一直流汗 就是那個流汗 這個媽媽流汗就特別奇怪 他就只有鼻子這邊 他鼻子這邊就很明顯看到 他就是這邊都是小小的汗滴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媽媽覺得奇怪 說什麼他就只有鼻子這邊 特別流汗厲害 那鼻子的話其實他反應就是腸胃的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其實每個人腋下都會流汗 那腋下的話 但是如果你發現你最近腋下流的汗 跟以前的汗量不太一樣 就是汗量好像突然變多了 那因為我們中醫講腋下那個地方 有一個穴道叫做 它是心筋的穴道 所以經常反應的話 是一些心肺上面的問題 而且我們中醫講說 汗為心之意 其實你光是流汗這件事情 就會導致說過度流汗 也會讓你的身體心氣比較虛 比較容易疲勞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 手心腳心的一個出汗狀況 那我們中醫講 手腳心的這種發熱流汗 它是屬於身體的陰虛 陰虛的話大部分會出現在一些就是 長期緊張壓力或者是像更年期的女性 完蛋了 中華的世界 這樣怎麼感覺我手都出汗 天啊天啊手都出汗 發紅 或者是甚至就是有一些流汗的狀況 那通常這種大概跟西醫來講 它會跟就是我們講自律神經失調 這個部分會比較相關 可是像這種天氣對不對 我們冷氣 這個棚內還是有冷氣 我那天有訪問一個歌唱比賽 訪問我看地板怎麼都是 我以為他哭 因為都是像水滴嘛 結果看他眼睛也沒哭 他的兩隻手拿麥克風這樣 第一手汗很嚴重的 這種天氣啊我不是說夏天 水滴得滿地都是 有些人是因為他天生手汗 然後再緊張 可是這種天氣在攝影棚還留著緊張 緊張就會 有遇過那種小朋友他是一緊張 他就是像寫考卷 他手要拿那個 他要用那個手汗 那你用鋼筆寫全部暈開了 很可憐 毛筆也是啊 整個都不掉 一定要用手帕包著 不然他那個手就一直汗 這個開刀沒辦法處理 可以 可是會不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對啊 我的狀況就是我在攝影棚這個地方坐著 其實我的腋下已經開始在流汗了 如果是夏天的話我更誇張 我是有一次我就錄影講話講一講 我怎麼覺得我的腋下在滴水 跟瓜哥剛剛講的一樣 是用滴的 然後有時候甚至穿這種顏色的衣服 整個都是 那你去看過醫生嗎 有 可是也是說要割汗線之類的東西 聽說割了會跑別的地方 對 我就是想說 那如果他跑到一些 其他的地方 對啊 那更麻煩你知道嗎 那我剛剛他講的也是 我就想說心臟問題 而且我是這幾年才發生的 我不是說從以前就開始這種腋下很會流汗 就是這幾年你才發現說 哇 怎麼腋下特別會流汗 你生四個小孩之後就不會流汗 就是整個體 生之前有嗎 沒有 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說也沒有覺得說他是用滴的 就生完四個應該身體要變好 對 就變了是他是用滴的狀況 然後而且我現在剛剛講了 我現在其實已經 手在冒汗 因為有自立神經的問題 請問一下你怎麼帶小孩去做雲霄飛車 你手都流汗了嗎 對啊 我就講個話我也會流汗 其實現在手汗腳汗也不一定開到 那怎麼辦 其實可以打肉毒素 對 其實這個每個月都會處理蠻多這種手汗腳汗 打肉毒感菌就可以進去 可是我腋下有打過無效 手汗腳汗比較有效 大概一年打一次 對我來講我好像有點重症 是真的 把他封起來跑別的地方去 對 這不是怎麼樣 還是要散熱 還是要爬 散熱放舌頭 就這樣 舌頭就一直閒閒 其實中風病人有些也會 我們講那個溫度感覺異常 會流汗不對 其實碰過就是 剛好中到是什麼 就是自律神經控制的中樞 我之前碰到一個病人 他來就是頭暈 頭暈覺得怪怪的 他左路麻麻的 他幫他做一下感覺測試 他剛好對策 感覺是異常的 後來發現他真的是一個 我們講腦幹那邊的一個小中風 當然剛剛提到過說流汗很多 或不流汗 其實臨床上我們也碰到過 比如說中風之後 或者某些其他的疾病 造成我們講自律神經功能失調 自律神經功能失調 在神經科來講 其實我們講就是跟心臟血壓 心跳 或溫度感覺 或者腸子蠕動那些都有相關 我們怎麼去測一個病人的那個 就流汗有沒有流汗 以前的教科書做法是什麼 就是身體塗那個澱粉 拿進去烤箱 蛤? 身體塗? 澱粉拿進去烤箱 烤一烤之後 烤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哪一邊有汗哪一邊沒汗出來 看到一個病人 半邊真的臉藍色 身體藍 哪邊藍的 我覺得很清楚真的是有汗還是沒汗 讓我變蛋糕烤箱 沒有 當然沒那麼熱 只是普通那個酸奶烤箱 但現在來講 是不是不太可能 我之前碰到那個阿伯就是這樣子 那個阿伯來其實 他第一次來告訴我說他頭暈 問一問他 他說姿態性改變 站久等等那些 就好像自律神經功能失調 我說有沒有其他的不舒服 他說都沒有 就是帶著這個樣子 好 那就做自律神經 我們講 做個傾斜床的檢查 確實他自律神經真的有問題 我問他說 你有沒有其他的不舒服 這次他居然跟我說 究竟你比較半邊不流汗 我說 第一次他就沒講這個問題 半邊不流汗 可是你知道在醫院裡面 你怎麼去幫病人檢查說 半邊有沒有流汗等等的問題 我想說那外面大太陽 你要不要出去跑兩圈 我們再進來看一下 他真的去跑兩圈 流了汗進來 真的看到他那個 他那時候夏天穿T恤 他真的是半邊身體有汗 半邊身體沒汗 很明顯 真的很明顯 後來幫他再去做檢查 發現他腦幹同樣的位置附近 就是有一個小腫瘤在那邊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樣 你睡醒來的時候 鹽死很多 解開眼睛分泌物過多的警訊 如果有鹽死 大家也不要太緊張 因為我們整天常遇到說 一是我有鹽死 可是問一下其實還好 因為我們眼睛表層就跟身體一樣 它會有代謝物 加上空氣中可能有一些灰塵 細菌 眼睛淚液裡面也有黏液蛋白質 所以當你早上起床 眼睛裡面多少有點鹽死 那些其實是正常 如果它的顏色是透明 量不是很多 你可能洗過臉以後就好了 那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其實是 鹽死的形態不太正常 或者它的量非常的多 那幫大家就是歸納了一下幾個 比較常見的鹽死的形態 那大家可以自我檢測 就是給大家參考 但是當然不是完全是照這樣 但是有一個規則 就是說比較常見的當然可能是感染 比如說細菌感染的時候 你的鹽死可能就是會黏黏的 對 白色黃色 有的甚至是綠色的 像鼻涕這樣勾勾 那種黏黏稠稠 那個比較常見是細菌感染 那如果是病毒感染 其實這個最常見 像現在季節在交替 可能感冒的 像夏天常見就 像有時候 這些病毒的感染 像就像感冒的症狀 它可能就是會有大概10到14天 就是眼屎會很大量 但是它的眼屎的形態呢 是比較屬於半透明 有點像鼻涕狀 那黏黏的那個樣子 但是量一樣是很多 所以如果說遇到這種情況 當然可能就是說要針對這樣的症狀 去做消炎的一些治療 那另外呢像眼檢炎 像最近常一直在發那個空污情報 就是紅標 紫標 那這種就是說 當空氣中的這種懸浮粒 譬如說PM2.5啦 或是埋害啦 因為它畢竟就是有點像 很嚴重的一些懸浮粒 在我們的眼睛 那我們眼睛並不是在無菌的狀態 所以當它遭受這種發炎的刺激 我們的眼睛的剪板線 它就會很容易被阻塞 然後會發炎 像有些女生有畫眼妝的習慣 對啊 眼線啊 是啊 沒有卸乾淨 或者是說你騎那個通勤組 常常騎摩托車 那在那個公車的後面 然後鹽一噴 那個也會有懸浮粒子 會有的人長期抽煙 或家裡的另一半有抽煙習慣 那這種呢 其實眼檢炎在台灣很常見 那這種呢 也會導致眼屎比較多 那它的眼屎在我們的顯微鏡下 顏色是屬於比較髒髒的灰灰 因為它融合了很多這種 可能沒有卸乾淨的眼妝 或者是灰塵 那另外像乾眼症其實也會喔 因為乾眼症 對 乾眼症因為它就是水比較少 當然要看原因 有些乾眼症是因為鹽鹼鹽造成的 它是鹽脂分泌不均勻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可能是 譬如說荷爾蒙 或者是年紀的關係導致的乾眼症 那這種它就會讓眼屎是比較乾乾硬硬 所以它早上起床呢 通常病人會說 我的眼屎呢 是在眼頭兩塊硬硬的 然後我超想把它摳下來 可是一摳呢 因為太硬了 它就可能受傷會很痛 除了這些症狀 像眼睛 像現在季節在交替 過敏其實 在發炎的情況下也會長眼屎 或者是有一個可能大家比較少聽 叫鼻類管阻塞 鼻類管阻塞 像我們的眼睛有淚線嘛 就是說 我們眼睛有淚線會分泌淚液 可是它總要排掉 那有點像水龍頭的出口 那它就是在上下的眼頭 有一個淚點 那它匯集到淚小管 到淚囊 然後再流到鼻類管 那最後一層鼻腔 可能到喉嚨都有感覺 好像要手術啊 對 如果塞住嚴重的話 所以像有時候我們看那種愛情戲 然後開始大哭 哭完以後你會覺得 怎麼好像鼻涕很多 然後血也很多 是因為它是通的 可是當這個鼻類管阻塞的時候 眼屎也會比較多 像我之前就有一個病人 他大概三十幾歲 一個粉領上班族 那長得很漂亮 那他平常呢 就是有化眼妝的習慣 那也戴隱形眼鏡 那他的眼睛呢 就長期了 就是眼齒比較多 然後眼睛一直淚汪汪 很像以前那個 眼瓊瑤戲裡面那個女主角 就會對我眼睛在含著淚水 那因為他每次去檢查 醫師就會跟他說 你可能是因為長期戴隱形眼鏡發炎 那請你要停戴 要點藥 可是他就是這麼多年來 他就一直眼睛淚汪汪 那有一次他來我們醫院 就給我檢查 剛好我幫他做出診 那聽起來就覺得 好像除了發炎之外 應該還有其他原因 所以就幫他排了那個淚管檢查 結果一檢查發現 他左邊的淚管 就是打水的時候 是有喝到 他有喝到水 可是右邊一打水發現 不但沒有喝到水 而且會發現呢 他還有那個 濃濃的 就是那種黏液 從打的淚管裡面又噴出來 對 就整個那一坨一坨勾勾 那一聽就是鼻淚管阻塞 那我們就在他幫他做 另外一種通調的檢查 結果檢查發現 他的鼻淚管應該是完全的塞住 就是不太尋常 所以後來就幫他拍了影像檢查 結果檢查起來很特別 他居然是在 右邊的上二痘 就是我們這個 比較常見的那個鼻痘的這個位置 上二痘的地方 居然有意味性的 牙齒的結構 蛤 牙齒 牙齒 長在那裡面 對 就是我們牙齒一般是在這個 那可能胚胎發育的時候 就是那個牙齒異味了 結果長到他的上二痘 然後他那個位子剛好去擠壓那個 就是鼻淚管的位子 所以變成 好罕見 對 很罕見 鼻淚管被壓住 所以他就長期以來一直淚汪 一直在演那個窮瑤的女主角 像我們常常會覺得眼睛髒髒的那種空氣什麼 可是外面有一些就是可以洗眼睛的那種 那種可以使用嗎 如果是譬如說真的有確定髒污流進來 當然洗幾次無妨 那我不建議長期用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的灰塵其實大部分是在外眼部 那那個洗眼液 它其實就是把你外面的灰塵 把它洗到眼睛裡面去 對 而且因為我們的眼睛呢 它有天然的 製菌效果 就是說它的不管是PH值 還是它的一些成分設計 它其實對外來的髒污或細菌 它是有抗菌 可是如果你長期去洗 把它這些buffer就是那個緩衝液洗掉 變成你身體的天然的這種免疫的屏障 就不見了 對 就不見了